高雄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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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原本是台灣的近海離島 因為高屏溪長期攜帶大量泥沙淤積 於是逐漸和本島相連 成為一個沙洲半島 地理位置 剛好可以為高雄港抵擋飄沙強浪 成為了最佳屏障 1967年 政府為了發展經濟 擴大高雄港的貨運吞吐量 於是將兩地相連的沙嘴切割 開闢了第二港口 而這也讓其今 再次成為了古島 以前是既定百島 民國五十六年前前 就是武漢黃茂港和 大連府那邊都有收集 從小孩都走車 搬車我們那邊的同時 走路到晚上 還走過 民國五十六年就是 為了扣進 第二港口生水碼頭 就在潛水買頭 有二十萬筒 十幾萬筒的船 怎麼可以進來 扣港那裡 剛才最大的地方 那裡有一個 一個路階 路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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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階那裡就比較容易扣去 對岸就是我們的小港區 那原本這邊確實是一個 陸地連通的一個區域 那當初是因為 因應高雄港的貨運量增加 跟貨櫃輪的大型化 所以我們才開闢了二港口 那中間看到這條水域 就是我們高雄港第二港口 那原本這個地方 是我們兩個地方是連通的 居民是原本是可以 從這兩邊路上就可以連通了 那也因為這個二港口開闢 阻斷 所以旗津從原本的這個 旗津半島變成旗津島 那所以這邊原本一開始的交通 是由渡 只能靠渡輪來進行通連 成為孤島之後 原先回家的唯一路上通道 也不復存在 齊津居民只能搭乘渡輪 往返盆島 不但交通變得相當不方便 也阻礙了齊津區的發展 甚至還曾經發生過嚴重船難 造成二十五人喪生 再加上當時高雄港 第四貨櫃運送量能的需求 不斷提高 因此過港隧道的新建計畫 逐漸浮上檯面 你沒有國防水道 你都坐著 以前是 中秋杜蘭到行政那時候 轎車和那些腳架 都可以下去了 那是民國六、二年的事情 六、二年那時候 就是坐著 港府那時候 加工廚房西 我家的租金 那時候開始 都沒有在管理 都坐到客丸 坐很多 樓上也坐 裡面也坐 外面也坐 坐得太多人 現在這時候 可能是發老 船艙建設 大家都看到 早上 現在開幾層了 現在變過了 人現在變過了 裡面就走不出來 就是了 剛才二五月 我師傅修理 這時候是 做嚴重的時候 就開始公共在做指定 自從這個 旗津從半島 變成離島之後 當時呢 確實只有這個 渡輪可以做這個 交通上的聯通 那也因為這樣 當時呢 就是政府就決定 開闢這個過港隧道 來解決這個 我們旗津島上面的 這個貨運跟人員 運輸的需求 好 這裡就是我們 高雄港前鎮區這邊 第三貨櫃中心 那我們現在腳下的 這塊區域呢 在下面就是我們的 這個過港隧道 那這過港隧道的路線 從這邊呢 一路穿過這個 高雄港主航道 大約是440米寬 到對面的 這個第四貨櫃中心 下這邊在這個區域內呢 它是禁止拋錨的 船舶進行拋錨 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怕拋錨呢 環毛呢會傷害到 它的過港隧道的結構 要建設一條 橫跨旗津和前鎮 兩地之間的道路 困難度相當高 在各界專家們 審慎評估討論之後 最後決定採取 水下通道的方案 只是在技術 設備和經驗 都不成熟的當年 想要在海中蓋出一條路 停起來相當的鐵馬行空 那時候是 那個叫日本技術館 日本技術館 到達 那時候都 我們台灣人 都說出 有的 也請一些零錢 也有 也是感覺很新鮮 以前就大家說 有什麼過港隧道的 就看到魚 因為那時候 咪咪咪咪咪咪 當初呢 這個工程在施工的時候 是採用同胞作業 那 當初施工的廠商 是榮工處 那榮工處 是當時 國內施工能力 最強的一個機構 當初呢 他因為 國內也沒有這個 塵埃館的施工經驗 所以當初 也有找一些 國外的顧問 來進行全程的輔導 所以 我們曾經有這個 可以考慮三種工法 第一種工法 是這個淺頓施工 那第二種工法呢 就是我們就進行圍宴 來做這個 零蛙的施工 第三種呢 就是我們 塵埃館的方式施工 在評估興建的時候 這個橋樑 因為 我們看到 因為我們這個 跨港的設施 不管是橋樑或隧道 都是要跨越我們的主航道 440mm的主航道 那以各位看到 船舶的高度來看 都非常高 而且當時呢 船舶正在歷經大型化的 這個一個過程 所以呢 未來會交到多高 其實也並沒有一個定論 所以當初呢 如果你蓋了一個 跨港橋的話 那未來船舶的高度 都會受限 所以呢 以這樣的優劣評估之後 還是以這個 隧道的方式呢 會比較符合 未來高雄港發展的趨勢 過港隧道的建設工程 相當浩大 整條隧道總長2250公尺 其中有720公尺 需要直接通過海底 當時施工是利用 六段香涵式塵埋管 連接而成 而這需要先在陸地上 預先做好每一段的工程 再拖進水下14公尺處 進行管線的連接 拖放結合一共六次 先第一節 次第六節 然後第二 第三 第四 跟第五節 其中以第五節技術性最高 因為它的空間最小 塵埋管呢 是一個在方形的管狀的結構 當初在興建的時候呢 是有六段 每段長120米的塵埋管 在路上先預置好之後 那兩段進行封口之後 然後這個起伏到這個 預定的位置 那在注水下沉 下沉之後呢 利用抽針通的原理 讓各段銜接在一起 所以六段是 依序慢慢銜接起來 各段銜接起來 端隔牆開始拆除 寬廣的隧道面頓時呈現 整個隧道沉埋在海底 防水是否良好 是最重要的 除了第一道西納橡膠襯墊外 更在管斷接合處 加裝了第二道 Omega橡膠防水裝置 高雄過港隧道通車至今 始終保持安全無語的可通行狀態 這除了受惠於一開始的嚴謹計畫 和施工之外 還得靠著這40年來 大量工作人員努力的維護 只是距離當年設定的50年使用年限 僅剩最後10年 後續過港隧道又該何去何從 以當初的這個早期的設計規範 一般的土木結構設施 通常都規定的年限都是50年 但是我們知道 過港隧道是一個非常昂貴 而且不易興建的一個圖建設施 參著國內外經驗都是盡量以嚴壽 來延續這個工程的盡量使用壽命 來發揮它最大的效益 所以我們也在這個工程裡面 也做了嚴壽的工程 還可以在嚴壽至少15年以上 近期內也有委託專業的顧問 來對這個我們的過港隧道 來做進一步的這個全面的結構評估 近年來交通部除了進行 第二隧道興建評估之外 也啟動第一隧道嚴壽計畫 將隧道使用年限從2034年 延至2049年 只是嚴壽能維持多久 第二隧道興建計畫是否符合效益 目前地方還是議論紛紛 記者蘇煥軍網易群高雄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